同胞时工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百多项改革举措 涉及到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等等各方面 那关于一系列改革举措对于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今天上午中国人权研究会举行的座谈会上 与会的嘉宾和学者指出 三中全会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 确保公民平等共享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致力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展现了人权保障的中国方案 也丰富了世界人权文明新形态 在座谈会上来自人权领域的学者指出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 努力把发展的基点和中心放在为人民谋幸福上 人民性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 坚持正确的人权观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概念 其核心要义在于 第一 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第二 人权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 第三 人权是权利和义务的同意 第四 人生存权发展权 是首要的基本人权 第五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第六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人权发展 第七 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第八 把法治作为实现人权最有效的保障方式 第九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推动全球人权治理和人权发展 专家指出 以上九点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发展人权事业的经验总结 是对新时代中国人权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实践创新成果的科学概括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 新中国成立75年来 人民实现了当家做主 改革开放更是加快了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极大的提高了民众的幸福度 那么当前我们国家的人权保障状况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国际上一般会用一个叫人类发展指数 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权保障状况 那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了预期寿命 教育水平 生活质量 这三项基本指标 那么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2023年到202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 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 我们看从1990年在0.5左右 然后上升到了2022年的0.788 这是一个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多年来一直是处在一个稳步上升状态 刚才说1990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低人类发展水平 然后经过了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步入到高人类发展水平 接下来继续向下发展 那么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两次飞跃 75年来我们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 那么这样的历史性的转变 新中国的起步是并不容易的 当时也是百废待兴 那么随着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我们法治的起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那么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逐步的发展到了以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 生态文明 无为一体的全面的发展 那么我们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新的阶段 那么应该说是非常迅速的一个发展的进程 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评估来说 就实现了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发展 在2004年中国通过宪法修改 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 那今年也是人权条款写入宪法20周年 人权条款入宪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里程碑 也开启了用宪法保障人权的新时代 那在新时代 中国人权实验发展有什么样的特征 如何更好的尊重和保障人权 专家表示 对于新时代人权发展的认知 要放在中国是现代化的背景之下 在新时代 我们的人权是放到中国是现代化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去认知的 首先 人权是中国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 中国是现代化也会给人权事业带来一个新的领域 新的指导方针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人权不能仅仅考虑个人的发展 还要考虑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 专家指出 在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价值一规 以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为例 目前 全国普遍建立了基层立法联系点 要组织专门力量 定期对基层立法联系点取得的立法工作信息 进行分析和反馈 通过分析 找到立法中的痛点难点和毒点 提升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专家指出 中国人权事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事关14亿多人口的人权保障 同样具有前所未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尽管中国经济几十年来高速发展 但从人均收入来看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居民平均收入水平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的人权保障水平 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限制 既不能阴寻守旧 也不能好高骛远 需要保持耐心 稳中求进 循序渐进 中国在大力推动本国人权事业发展同时 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进步 贡献中国力量 目前中国已经制定并实施了 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也是世界上唯一连续制定和实施 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主要大国 中国也先后批准或加入了 包括六项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在内的 29项国际人权文件 在国际人权事务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专家表示 与西方国家搞人权外交 人权武器化相比 中国主张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 开展全球人权治理 推动全球人权治理 朝着更加公平公正 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西方国家从上个世纪 特别是从70年代末 80年代初开始 就搞所谓的人权外交 也就是把人权政治化 工具化 现在还愈演愈烈 在近些年来 就是美西方又把人权武器化 以人权为借口 对其他国家进行攻击 进行污蔑 甚至与经贸挂钩 与国际合作挂钩 借人权 进行对他国的施压 那么这样 就是不利于健康的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 现在国际社会的民主程度 还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正在不断地增加 那么中国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一道 正在发出的就是建设性的这个声音 公平正义的这个声音 所以我们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那么倡导呢 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